今天我們來看一下華為P50系列的最新洩露 截至目前,有關華為P50系列的消息開始逐漸被洩露了出來 來自VoSIE放出的渲染圖像顯示 這是華為P50 Pro的屏幕正面 它正在使用瀑布屏設計,邊框進一步縮窄,以提高屏佔比 與華為P40 Pro相比,P50 Pro是有一些區別 同樣是挖孔屏但P50的前置鏡頭在屏幕頂端居中位置 而不是左上角的位置 在與此前相比,曾也有洩露者指出P50系列消息 爆料者稱,華為P50系列同樣推出三款產品 包括P50、P50 Pro和P50 Pro Plus 這三款機型將使用不同的屏幕形態 其中華為P50將搭載V曲面屏幕 P50 Pro則延續前代的雙曲面屏幕 而P50 Pro則採用一塊四曲面屏幕 同時它們都為頂端居中挖孔 這與VOAC線露圖像一致 關於機身背部鏡頭 近日網上也終於出現了新的漩露圖像 並且這也是可能更接近真實的洩露 即可依在圖像中看到P50系列 採用了更出色的後置鏡頭設計方案 洩露圖像可見P50系列裡出現了兩款手機 對標的應該是華為P50和P50 Pro兩款機型 其中華為P50手機採用了後置三色設計 並且鏡頭裸露在外 沒有設計遠角巨型相機模組包圍 華為P50 Pro則擁有後置五色 相機模組占據了一定的區域 為遠角方形設計 上面出現了五枚鏡頭 由於是前望式朝下鏡頭 閃光燈則在相機模組的右上方位置 核心方面 處理器上按照慣例 自然應該搭載的是最新的麒麟9000芯片 但截至目前華為5G手機芯片依然受限 因此P50系列搭載麒麟9000芯片 夠不夠用就很有懸念了 或者是採用其他的芯片 鏡頭上現在雖然沒有公開具體硬件參數 但今年P50系列最大的亮點 仍然是鏡頭上的表現 此前就有消息稱 P50系列將首發搭載液體鏡頭 可通過不同的電壓改變液體的形狀 而進行控制對焦成效 該技術的一大優勢在於 可用於快速對焦 甚至能夠達到人眼級別的對焦速度 同時這種鏡頭還能擁有層下穩定 免去Tof鏡頭帶來的額外硬件要求 以及更小的在位空間 其他方面 目前的洩露信息顯示 華已經擁有了66W有線快充 P50系列手機則將會支持新的有線快充135W 不過該消息還沒有被得到證實 另外P50系列還有望在屏幕震動馬達 揚聲器上都會有明顯的升級 如果上述爆料是真的 那麼華為P50系列將比P40系列 給用戶帶來更好的實用體驗 據悉,全新的華為P50系列 將於今年3月份或者4月份退出 不出意外的話 將首發搭載業態鏡頭和全新的鴻蒙系統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